MVP三分轟炸击 盧俊翔 有讲到最近三场比赛 可以止跌回声 但心态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 另外主演领航原货取本 李嘉康白药选盧俊翔 打拼义克斯 第一的这个问题啊 所以那今天我们可以 来看一下电影的转换 盧俊翔外围拿到球 直接出手 真的是分六星了 对鲁俊翔的防守 保夹过来产生了反归 尼波卡在这几场的表现 都非常的强势 但防守压力的 刚才鲁俊翔的一个挥手 被裁判缺了技术反归 两个反归 所以一开始的一个 pose的犯规之后 因为俊翔后面的一些后续动作 又被插了一个踢 看一下刚才这个防守 裁判这个鲁俊翔的防守犯规 这应该是在 如果是俊翔的犯规的话 应该是一个pose的 双手对抗的犯规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就是过来 那个鞋绑的加弹的犯规 五星打卡上板 小板 这边找到底线的鲁俊翔 一上来啊 虽然休息了很久 高队高传进去啊 如果把球传地板球的话 会不好接啊 看到这个球 小板又转旁边 之后找到了 胡俊翔 再来 尝试 哇 今天三分球 三投三中了 但无需发 会 会 胡俊翔 你什么跳舞 就叫你出手啊 来 温森 转身掉球 而且给了他进攻犯规 先来看一下 刚才鲁俊翔的三分球 对 在读破的时候 俊翔在落側边的沉地 这已经是第二次 我想 身为一个射 他在法斯利 生涯的一千分 第三个赛季 刚才那个三分球 现在 这个分数还在往上加 二 这个教练又提到了 技术二一二的区域绑手 哇 外围 胡俊翔 继续手 有六十分的得分 对 跟场均有 六 九十六分的水平 有点 我觉得 切入这分球的跳投 前面的穆克斯 再下一个 盧俊翔 接 跑篮上篮得分 九十二分 稍微休息一下 来到三位数得一百分 时间到点 桃圆不愿领航员 一百比七十一 在主场 以二十九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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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